我们从郭宪过去一直以来的 跟律师的交流 各方面的反馈过来的信心来看 我觉得当然他肯定是希望能保释 但他没有那么强的依赖这个保释 或者期盼这个保释是一个好的结果 为什么呢 我可以以我自己的理解可以去说几点 第一个就是本身我们知道 郭宪过去曾经跟我们说这是一个终极之战 就不能过去六七年积累到今天 那么一个终极之战 就必须要经历这么一个关 这么一战 你才能把过去所有的历史问题的解决 把我们想要得到的公平要拿回来 所以他必须要经历这个过程 那么只有经历法庭 只有经历判决 只有经历举证 经历异性的过程 到最后可能搭配审团 才能拿到我们真正想要的结果 好的结果或者公平的结果 那保释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保释可以解决你好的一个安全环境 一个医疗环境 这些可以解决 但是不能解决我们终极之战想要的公平 所以为什么我说郭宪 他的心态还是非常平和 他有这个心理准备保释是不会通过的 这个我们从各个方面的信息汇总来看 是可以这样去 他有在圣诞节之前 就是他就说让大家好好的过圣诞 就保释的事情 大家不用太担心 其实他已经表露出来 他并不是说 就是说 就他不会很surprise 如果这个保释的问题得不到 第二个就是我们还是看到到目前为止 我们说的黑暗的力量还是很强大的 他们在这个黑暗的力量 当然包括多方面的 包括共产党的背后显然是最重要的 其实就是我们被西方渗透的这些人或者组织 这一部分力量还是很强大的 那第三个是什么呢 就是从我们战友 以及我相信郭宪 我们整个所有关心郭宪的案子和安全的人 对于目前的律师团队是很有信心的 所以说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们要走向4月8号这个庭审 所以也就剩几个月时间了 对啊 还有五个月时间 我相信郭宪和我们一样 我们都是等得起的 我们等到最后那一战 那一战才能最终拿到结果 所以我相信郭宪对保释这个 他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期盼 因为我们很期待 对 那么大的强烈的欲望 说我马上就要出去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是这样 所以保释这一块呢 我觉得大家 我们战友也要学着放下心 把心态放下 放平稳 保释能出来 大家都高兴 如果不能出来 我们依然有信心 因为我们真正的战斗是在停止